你叫敏鳳,你怎麼觀察選情的變化? 選情變化當然還是著重在剛才講的新竹市 那新竹市我是覺得是說 你0個人打一半,打成這樣子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在講說藍綠對決 藍綠隊員在台北市剛好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所以任何選舉都一定是拿第一名去打的 那你問題是在新竹的第一名不是綠營 新竹的第一名是白銀,是白市高鴻鞍 那你放棄打高鴻鞍,那你就去打綠營 也可以啊,那你就要有一個大的料 蓋過高鴻鞍這件事情 然後打成藍綠對決才能夠邊緣化 這個所謂的高鴻鞍 讓高鴻鞍的票回流到你身上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他在立法院黨團開的記者會 他講這個綠營的事情是一些不會上新聞的事情 老調重彈 你的政績怎麼樣,你新竹棒球場為什麼會倒啊 怎樣怎樣之類的 你說過什麼,這個東西就不如高鴻鞍的事情是 是有這個新聞價值的 那你如何創造聲量 這種打法就會讓你林哥人繼續 就是繼續過去的這個情況你就繼續再往下挫 然後回來之後再變成藍白在新竹市的對決 高鴻鞍只要 高鴻鞍只要休息回來 林哥人不再拉後腿的時候 他這個就可以繼續跟沈蕙鴻打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由司法單位來 就司法,因為有談男士的議員是這樣 以少報多助理的加班費 這個判了八年 可是這個都是選舉之後的事情 因為現在北極主他已經講了 選舉期間他不爭辦了 他不爭辦 所以他不爭辦 他沒有爭辦的動作的時候 我覺得高鴻鞍就回來繼續選舉 繼續選舉 然後就跟沈蕙鴻或是 或是由柯P字去打這個林根人或是怎樣 那你這樣還不是 林根人就是等於是做一半 那事實上要放棄打高鴻鞍這件事情 從林根人的這個臉色看起來 他不是甘願的 因為他已經放棄打高鴻鞍了 然後林鄭澤甚至出來講說 高鴻鞍並不是怎麼壞人 可是柯文哲繼續罵林根人 他說你這個人就是做事不負責任 那你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那你這是什麼什麼 就把林根人又罵一頓 那林根人說今天有點生氣了 他其實昨天有放話說 他要繼續交資料 然後所以軍委總部裡面 有火爆的討論的一場之後 他今天沒有交資料 但是他說他會繼續觀察 反正我就留在我這裡 如果你們整個白色的陣營 對我沒有什麼善意的話 我就繼續丟資料 所以說我覺得就說林根人打這一齣 結果打一半 我跟你講從來選舉沒有人看到這樣子 拿到一個那麼大的材料 然後你不繼續打 你本來可以從第三名變成第二名 而且剛剛選舉的時候 這兩個人的就是沈慧紅跟高宏安的民調 都輸給林根人 林根人曾經第一名 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了 所以說他這個東西 只好可以讓他坐穩第二名 然後再跟沈慧紅或是誰 做第一名的搶奪 那你這樣子才是坐穩 國民黨即使沒有贏 也不會落到金竹市的第三名 你整個政黨的思維邏輯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未來就算你整個地方選舉 跟總統大選沒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少一個地盤就是少一個地盤 所以你國民黨情願把這個地盤拱手 讓出去給高宏安嗎 我覺得這種思維邏輯是任何選舉的人 我當然我昨天上很多節目 遇到一些選議員 我說你議員如果你選要這樣 你會我放棄 我放棄然後這個我寧願墊底 回到墊底的這個位置嗎 沒有人說會 沒有人搞不清楚 沒有人說會這樣子打法的 搞不清楚這種打法 所以我覺得這一局 我覺得林根仁這個放棄之後 你看看局勢的變化 高宏安不會因此 不會因此說 什麼不用再想選舉 他就是要繼續想選舉 他有一個東西就是 我搞不好選舉過關 我司法就過關 好那我問你 假設是這樣的話 那這一局會如何影響其他的選情 我覺得這一局對於這個所謂的 北桃有多少影響 北桃我覺得影響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各自都切開了 現在都已經沒有什麼區域聯防的地步了 那你說你說民眾黨民眾黨 幹活下去 可是民眾黨在桃園是很弱啊 他根本就就是KO不了 成不了 因為現在兩 雖然都有沙喀都 但是都呈現兩人KO的局面 所以你民眾黨也沒有辦法就賴襄林啊 那你更沒有辦法就其他的這個所謂民眾黨 其他還有地方參選嗎 我也不記得 對 但黃珊珊的這個選票可能會有移轉效果啊 黃珊珊的選票他不是跟這個新竹的東西連動的 他是本身格局就會走到 我們這節目一開始就講說 最後一定是藍綠對決 走到藍綠對決 對最後一定是藍綠對決 因為還有一個副院長級的這個親民黨的人跟我講說 這一局不會有棄保 我說不會我們來賭好不好 我這次太多賭了不好意思 沒有 我就說你選舉除了第一場那個趙孝康跟黃大洲之外 其他沙喀都的到最後一定是有棄保的 因為你這樣你你就是選舉就是選仇恨 我最不希望誰當選這種人 所以說我覺得到最後就是黃珊珊票是 你柯文哲水門案當然就是會有影響 但是你隨著選舉的辯論也沒有很出色 所以你鞏固不了自己的票源 然後最後呢 沈志忠跟蔣萬安又沒有差很多的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會救一個所謂大家比較 比較會贏的人啊 所以我覺得還是會會是台北市還是藍綠對決的局面 好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覺得kan 誰呢